其实没有谁叫美国 真实存在的是不同的利益群体 现在美国社会分裂特别严重 精英圈 我们称之为establishment 权贵圈 尤其这个精英圈里边的有一个群体 我们称之为deep state 隐形政府 这什么人呢 当然不同的人理解略有差别 我的理解就是 美国的军方 美国情报系统 美国国务院 美国财政部 美国商务部 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办公室 美国司法系统 这个圈的中高级官员群体 注意这个群体 他们是事务官为主 他不是政务官 也就是说 在美国495公路圈里边 特朗普所痛恨的 那个沼泽里边的大愚们 就是他们 美国政治家是选举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是过客 但是总是待在美国权力圈里边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 我跟他们有所交往 所以过去七十多年里边 二战之后 运作整个美帝国 运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打冷战 主导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 其实就是这个小圈子 那么 这个圈子 对特朗普 是什么看法 这个圈子 总体上来讲 对特朗普是极其的不屑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 美帝国真正的主任 特朗普 你是外人 所以2016年年底 美国的民主 居然一下子变成真的了 这是超乎他们意料的 特朗普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 成了他们的老板 你可以想象 那个群体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绝对是天崩地裂 天都塌了的感觉 是吧 幻灭感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里边 一直坚持跟特朗普周旋 对抗的 其实是什么人 就是这个圈子 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资源优势 信息优势 再耍特朗普